導師以及主持人跟現場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胡欣 那我來自台北 我自己本身所學的是工程 電子工程 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我在去年大概4月開始接觸超級神秘密碼 然後中間音樂的機會到6月的時候才真的是趕快進來這邊 那中間其實我大概講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機會來接觸超級神秘密碼 因為我自己是開公司 那開公司一般來講 如果是虧錢 大部分都是收起來 那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堅持下去 虧了大概9年 9年整整都沒有在賺錢 那這個財務的來源怎麼來源呢 那就只能跟我父親掉錢 那掉這個周轉金一直掉 那公司有賺 應該是說他有賣產品 但是整個攤體下來都是虧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呢 我的家庭出了狀況 因為一直虧一直虧 那我老婆她就很難很難想像說 為什麼虧了這麼多年 我還是繼續像一個大人繼續做下去 所以也就是說因為這樣的一個環境 她這樣的一個壓力呢 她也沒辦法跟我繼續生活下去了 所以我們也就分離了 我們就離婚了 那離婚的時候那個感受 其實當從家庭 從兩個人的世界變成一個人的世界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有一點類似行私走肉 就是說其實真的是不知道原來感覺上一切都很正常的生活 我現在變成是說吃飯這些東西 感覺一個人吃 真的是很體會 這個電視裡面有一句廣告 我其實那時候當下印象蠻深刻的 她說以前都是煮兩個人的飯 現在煮一個人的飯 反而不知道該怎麼煮 其實那時候我就是每天吃著飯 然後就這樣子一天過一天 就不知道這個生命的出入在哪裡 然後整個 所以這樣的一個感受 我中間就是 因為有去廟裡面去拜拜 那廟裡面去拜拜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所以拜拜這件事情其實對自己的情境應該是說 心理上是有很穩定的一個作用 那因為其實工作上壓力大 然後再加上婚姻的不順 所以我又生命總是會找到自己的出入 所以我就加緊了運動或者是參加一些 應該就是最主要是運動 運動跟到廟裡面拜拜 尋求一些心理的平靜跟生命 就是說運動可以其實緩起自己的壓力 那其實這本書也很奇妙 這本書是我之前老婆她放在家裡面 那放在家裡面呢 那因為那時候我自己想找出入 那想找出入的時候 所以這邊有活動 我就趕快來這邊參加經濟 來這邊參加分享會 就是非常非常的積極 所以從去年大概六月的時候 我就還蠻積極的參加 那主持人也是在去年那時候其實認識 我們就是經濟會裡面很多 但是很不錯很熱心的這個學員啊 然後慢慢的就成為主持人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接觸這本書的時候 還不知道它的作用力是這麼高的 它作用力為什麼高呢 因為我們在這邊學習的時候 除了要學習這本書 還要學習地址規 那因為我們在這邊學習呢 我們在學超級生命密碼 最主要兩個 兩個密碼就是愛與感恩 那愛與感恩的能量是非常的強 可是當我們的能量強的時候 我們自己是不是把這麼好的能量又漏掉 那為什麼會漏掉呢 那因為我們自己的還有自己的習性 所以我就是照著老師教我們的方法 跟到經濟會裡面學習這些種種的 就是指漏跟我們增加自己的功德 那很奇妙的就是應該是一個月吧 我就有感受了 所謂有感受就是說 當自己在讀地址規的時候 自己的言行舉止發現原來是有這麼多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咧 當自己有這樣的體悟 然後要這樣子去改 所以到一個月的時候漸漸的 因為我覺得姻緣這件事情 真的是還蠻說不清講不白的 所以咧 我陸陸續續雖然跟我老婆離婚了呢 可是大家還保持聯絡 那這個 我講的很奇妙 那因為其實應該是沒辦法斷掉 大家的觀想沒辦法斷掉 所以就練著練著咧 我在去年11月又跟我老婆故婚 那我覺得這些種種 我應該真的是還蠻感謝超級生命秘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這邊我學到了 其實自己的問題很多 自己的勁跟自己的能量都很不夠 那這些種種 我們用什麼方法 我們今天 我在期間的 在離婚的期間 其實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去找方法 看了蠻多這個男女之間的 如何去改善這個關係 或者如何再去找下一個對象 如何怎麼樣怎麼樣 很多的方式我都有去學 因為畢竟我是 班牌有提到嘛 我是學工程 那學工程的一板一眼 有問題就去找解答 那找解答咧 可是問題是 這個解答不是我所學的 這不是我的領域啊 那我電子工程這個領域 有問題我可以解 但是在靈魂 在感情 在人際關係 在自己本身的習性 那自己看不到 所以很感謝的就是說 藉由超級生命密碼的學習 我看到自己的這些不足 那這是在婚姻的部分 那所以 那 婚姻以後是不是問題都解了咧 也不是啦 也不是啦 問題其實都還在 只是問題是每天都在進步 每個禮拜都進步 每個月都在進步 從一開始的 因為畢竟 歷拜在看我們 已經看了那麼多年了 自己能改多少是玩真的玩假的 另一半其實也都在觀察 那在觀察的時候 當你有一絲絲的一個反反覆覆 那我們的另一半一定說 那你是學假的 你只是因為有某種訴求 而改變你自己 那樣的改變 不是真的改變 而在超級生命密碼的學習咧 是真的從我們的 我們講治標跟治本 在超級生命密碼 有達到治本的效果 讓我們自己從自己的內心 開始整個換來一些 所以也就是說 短短的我在去年接觸到今年 廣如已經好幾年了 真的是廣如好幾年了 這些不如意的這些經驗啊 其實對我來講 感覺好像是在看別人的故事 但是實際上中間走過了那幾年的這個 婚姻不圓滿的一個過程 其實想起來也是說 也是感覺不是那麼好受 那也是因為有這樣的體悟 所以其實來這邊的學習 讓我更珍惜這邊的一個系統 那再來就是說 在自己工作上 也是因為學習的弟子 會看到自己的不足 所以我今天就是到現在 我隨時在檢討自己 怎麼跟客戶 怎麼跟廠商 或者是怎麼去安排工作 這些種種 所以其實現在的業務量也是越來越好 在自己的一個 以前在財務上不足的地方 也是越來越足 越來越來越順 所以其實在事業上 在婚姻上 超級生命密碼 真的是幫助我們許多 那其實剛才我在看這一本書的封面 其中有一段話 我印入我的眼睛 就是說揭開生命秘密 即得重生樂趣 我們人有高高低低 那我們今天有什麼方法 讓我們自己可以重生 我覺得這個當遇到了 你就會好好去珍惜這樣的一個系統 這樣的一個書籍 OK 那今天是我的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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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